這邊我們先把蒜香軟絲的部分 我們把軟絲的部分 稍微切一下花刀 這個軟絲 一般我們買到的是這種 體積比較大的 在光線下面 這個會反光 就表示新鮮 很新鮮 而且軟絲它最主要是肉身比較厚 所以吃起來 它的口感上面是比較Q彈的 比較... 口感上面比較好 就是比較有咬勁的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軟絲的部分 把它這邊畫刀 把翅膀跟皮把它去除掉 因為這個體型比較大的話 它的這個皮是屬於比較硬一點的 老師那今天這道菜是不是 我們盡量選厚一點的這個軟絲 對... 那我們這邊把它畫刀 因為這個厚一點的口感上面 吃起來的狀態就是比較... 屬於比較Q彈一點的口感 我們把這個筋膜的部分一起修掉 那這個花枝 這個切花刀 就是左邊畫完之後換右邊 而且刀子是要有一點斜斜的 對...大概15度角的 體積大一點的 我們就把它... 把它切 就是切成我們樣的這個大小 好... 這個軟絲類的刺膀 它的這個狀態 吃起來口感是更脆的 比這個肉身來的更脆 所以它的那個切法也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我們就把這個... 切成那個扇子的這個刀法 那這個... 待會兒捲曲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 老師的那個刀工 是跟剛剛的這個切花刀不太一樣 整個上面是沒有切斷的 對... 這樣子 好... 我們把這個切割好之後 然後這邊我們先把這個... 先洗一鍋熱水 好...如果是以這個手法上面 我們要先汆燙這個紅蘿蔔 紅蘿蔔的部分 它本身的這個... 磕水花之後呢 它的厚度 好...就是比較厚一點 那我們先把它稍微斷生一下 好...汆燙 好...因為我們要吃有一點... 這個...有口感的 好...所以一樣 就水滾就可以到下 對...斷生就可以了 因為你... 我們大概炒 它還會再繼續熟成嘛 然後我們如果說... 你煮太軟 它...它會...會變... 就是炒的時候會斷裂 好...水滾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軟絲的部分加下來 好... 那這個軟絲加下來的時候 它是很快速的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以這個... 烹調的概念來講 最好的狀況呢 就是用浸泡法 好...這樣子可以了 水滾之後放下去 然後泡個大概... 30秒 好...用浸泡法的這個... 軟絲它吃起來的... 第一個甜度 第二個這個... 不會太硬 好...30秒這樣就可以了 是 就是要撈起來 就是它現在的熟成度 以我們再看的話 大概在七、八分熟 剛好 還沒到全熟 因為待會兒呢 我們這個軟絲啊 還要再繼續炒嘛 你看這樣子 它的這個... 口感很Q喔 很Q彈 這個是... 而且這樣的一個手法 它吃起來甜度就很高 好 好... 那這邊呢我們要來... 接著呢 要來加一點油 一大匙的油 那我們準備的這個新香料裡面 薑 薑片 還有呢我們的這個辣椒 好...就是... 在噴調的過程裡面啊 它不會... 就是... 就是爆香的過程裡面 不會影響到它的這個... 形狀變形的 我們可以先加 薑片還有辣椒片 先下來爆香 好...在爆香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先把油... 就是這個冷鍋冷油 如果不沾鍋 就是冷鍋冷油就可以加下來 因為我們這個食材它本身的一個... 沾黏性比較不會沾黏 所以就... 不鏽鋼鍋也沒關係啦 好 我們要爆 爆到它... 這個空氣裡面有薑啊 這個辣椒的這種... 香氣 對,嗆嗆的風味 這樣我們待會兒在噴調的過程裡面 才會把我們這些... 這個新香料的香味附著在我們這個食材上面 才會有那個貨氣 鍋子的貨氣比較足 好,我們把它爆香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先加一下軟絲 軟絲加下 還有我們這個... 紅蘿蔔片 紅蘿蔔片 好,加下來之後 我們先炒一下 好,炒香之後 我們今天是做這個XO醬 所以我們這邊呢 再把這個XO醬加下來 哇,看起來就很好吃 只要有XO醬 好像什麼東西都很搭 對,XO醬加下來之後 我們一樣 同樣給它稍微拌炒一下 好,因為我們這個食材它本身的一個 XO醬本身的油脂比較多 那我們先把這個蒜白的部分加下 老師,請問一下 那要怎麼挑這個大蒜 因為常常吃起來那個大蒜都很老 蒜的部分 因為現在這個農業科技很發達 它是一整年都有了 但是真正大蒜的產季是在這個... 春天跟冬天的時候 它是呈現比較... 就是纖維比較嫩的 好 那這個蒜白啊 好,在呈現這種半身手的狀態 吃起來口感會是最好的 好,我們現在這個蒜白 加下來稍微炒一下之後 然後讓它斷生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蒜綠還有青菜加下 好,加下來之後我們把它拌勻 那透過這個XO醬附著 在這些食材上面 會讓整個鍋子產生的香氣 比較濃郁 那這邊我們要加一點調味料 酒 好,一大匙的酒 就是一般的米酒喔 對,還有鹽 鹽、糖 好,基礎調味很簡單喔 鹽、糖 好,這個待會還要用到 好,我們把它擺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拌炒均勻 好,利用我們鍋子的熱度 然後跟我們剛剛加下來這個辛香 這個調味料的液體 我們把這個菜的部分炒香 好,如果說透過我們 像今天的這個烹調的技法上面呢 就可以不用加水 好,那這個蔬菜啊 還有我們這個軟絲跟XO醬 這樣炒出來的這個香氣濃郁度 就會很濃郁 就像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把這個蔬菜斷生 好,炒出來就是這樣 很漂亮的一個色澤 然後又不會這樣 就是塌塌的這樣 好 我老師好大方喔 對 今天帶來的這個軟絲 對 很濃郁 沒有,其實不太濃郁 對不對,因為那個軟絲 其實在... 軟絲是高經濟魚類 對 我們現在講說海洋這個資源枯竭 但是軟絲的部分 它是...就是... 就是食用上面是最... 最環保的 好 好 好,我們這個第一道菜呢 蒜香軟絲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對不對 你只要按照老師的這個工序呢 應該都會做出呢 像宴會的這個... 就是宴會廳的這個菜色一樣喔